生活必需品包括蔬菜 鸡肉 面包等等 最近价格飙涨超过一倍 让市井小民很无奈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数部长 都司里亚历山大林奇 把物价飙涨 外资于供应链运营成本高 同时保证会在下个月9号前解决问题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就质询对方 如果不能在大线前兑现承诺 是不是会辞职以示负责 百物价格腾涨 消费越来越高 去一趟巴沙 荷包缩水不小 可菜篮里却好像没几样菜 国内贸销部长 都司里亚历山大林奇 把问题归咎在供应链成本高 也言之凿凿的向国人保证 日用品价格飙升的问题 将会在12月9号之前获得解决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趁机追问部长 如果无法解决问题 他是不是会辞职 林冠英也说 我国人民从来没见过 鸡蛋 鸡肉 面包 蔬菜 甚至连冰块都涨价的情况 而且还涨得那么多 不光是B40低收入群体受影响 很多M40中收入阶层 踏入市场 看到菜心涨价110% 也不懂要如何维持生计了 林冠英提醒中央政府 这些必需品并不是奢侈品 可如今价格却高得跟奢侈品一样了 更糟糕的是政府要么就显得漠不关心 要么就办事效率低 没有想办法控制物价高企 林冠英表示 如果到了12月9号 百物价格还是降不下来 到时候联邦政府就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了 实际上政府更应该现在就马上想办法压低物价 而不是等到12月9号才做 另一方面土团党四言末区部主席 马哈迪也表示 近期商品价格不断上涨 消费价格指数和通膨率也上升 从低收入到中低收入阶层 各个都喊苦 马哈迪表示 除了白菜价格从每公斤四令吉涨到六令吉 青椒从十令吉便是四令吉 摩托零件价格也在这两三天上涨的两到三成 原料成本运输费用通通都涨价 谁应该为这些生活成本买单呢 他也质疑 贸销部在这轮涨价课题上似乎起不到作用 政府又采取哪些措施了 他建议政府应该审查及更新 2011年价格控制及反暴力法等等法案 遏制商品涨价 同时定期检查基本用品 包括管制品的价格 确保价格合理 民众负担得起 否则百物腾涨推涨通膨率 最终受苦的还是平民百姓